疫苗接種計劃專責工作小組 專家成員許雪昌教授今早早 在電台節目中說 由麻地果欄一帶近日有二十多棟大廈 一共錄得七十多宗確診 政府會要求相關大廈居民強制檢測 如果居民參與率高於九成 就能夠抽出大部分隱形傳播鏈 未必要封區 否則會為居民帶來生活不便 他談及佐敦的封區 強調強檢需要配合實施居家令 佐敦封鎖範圍內現時檢出的0.17%陽性比率不算低 如果最終確診的13人在社區再散播病毒 疫情又會進一步擴散